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賈定我是個年輕人 我22歲 賈定是在一個普通的學校畢業好了 找兩千 頓隊就可以兩萬兩千的工作 而且幾乎都找不到 賈定找到的話呢 我充滿了怨言 是不是像這樣 一般的社會印象是如此 對不對 假定我是家長 假定我是老師 假定我是一個旁觀者 我對這個年輕人就說我把他找來 我說如果是這個太低 兩萬兩千塊 那你就不接受啊 他說我根本不要接受啊 我這個是很勉強的啊 我說你知不知道 一個大學畢業生拿兩萬兩千塊錢 我覺得真的是太低了 因為你的技能太低 你的學問太低 你的本能太低嘛 你應當哪三萬 你應當哪三萬五 我知道你知道嗎 社會上有好多的工作 是六萬 八萬 十萬 十二萬的 都沒有人去 你應當去找那個工作啊 但是你沒有這個本能 你年紀太精 你沒有經驗 Right 所以工資低 反映的是你本身的本能太雜 經驗不夠 所以你要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學習 實際上從我們經濟學的觀點講 工資沒有高跟低資分 什麼叫兩萬二就是低 什麼叫八萬五就是高呢 如果這個薪水八萬五 還沒有人找不到人 這個薪水太低 低的沒有人理去 如果是兩萬二還有人來 這工資一點都不低 你就只值兩萬兩千塊錢 聽懂我的意思沒有 嚴加壽先生出去 幾十萬對他講 都太低 是吧 對我講 一個大學教授 八萬十萬 可以吧 就這樣子啊 好 大叔你的問題 年輕人 他更需要有這個新獨立學員 其實我剛才那句話的時候 有學問到 講自己的功課自己做 我不是講一個小學員 五年級六年級 哎呀我做數學 我做那個NO 這個自己的功課自己做 你一生有不斷的功課 不斷的階段 你要不斷的做 每一個階段 都會挑戰 自己的作業 自己的功課 當然要自己做 我覺得最缺乏的 就是年輕人的獨立跟奮鬥 我在眷村長大 你也是眷村長大的 為什麼我們在眷村長大的 他們的子弟生毛好像一個獨立奮鬥的意思 如果你家裡有錢的話 好像這個獨立者就差一點 事實上那也證明是如此 所以生在一個清寒的家庭 絕對是一個夫妻 不是倒楣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大師 因為他沒有理工很好的事物 事實上你的同裁 沒有理工大學 他們的成員多偉大 好 謝謝